各位各位 結果大家看到我們拿著一盒東西 是甚麼來的? 白色盒 沒錯 就是十四嫂的波夜獎 亦是我們這一期最新售的產品 這個產品其實已經過了一年多兩年了 但是十四嫂上我們來介紹過之後 這樣的確 包括我們剛剛大節過後比較靜的這兩天 仍然開紅盤 可以這樣說 每天有十四嫂的同事 都要拖著一箱一箱的貨品 一箱八件而已 那當然不夠我們用 這個波夜獎 那當日我為何會賣 除了因為我覺得十四嫂 真是值得我幫她 其實是個小女孩 她長得漂亮 有勤力 一個女孩拖著幾箱貨去銷售 我就看到這些 因為現在的工作是沒有人會做的 而這件事 她介紹了一件事 因為她可以按膝蓋 其實我就不甚了解 按膝蓋 市面上沒有的 因為其實她搭搭取 搭到你桶 那我就拿了一個給我媽媽用 一段時間 但我銷售完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值得 甚至十四嫂子上來 我們現在首先 我開機 又給她一行試試看 嘩 很厲害 這個是一度力的 它有幾度力的 而且它會慢慢熱的 其實我不應該推來推來 因為放在固定位置一分鐘左右 它有紅外線的 它會熱的 好 好了 但是呢 每個人都會舒服 幾個水 你想怎樣 但是我拿給我媽媽用的時候 我上次的節目都說過 她說好像用了之後 膝蓋又有力了 那我就覺得她有心理作用 哪有這樣的治癒功效 雖然上次十四嫂子說 她有一些物理治療師 替她訂了一批貨 就放在那些物理治療的地方 放在那些物理治療的地方 放在那些物理 好了 昨天我們說過 有個網友說 早上來買完 下午就給我WhatsApp 林匡正 就說 咦 她在哪裡舒服 今天那個網友 就馬上再WhatsApp 我了 我們出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吹嘴的 我們為了 為了保護她的私隱 我就Hi 了她的名字 我們上面看到 2020年5月29日的事 我們不要看了 我們應該由作人那裡看 Berry哥 早 波野獎有貨媽 我上午來買 OK 首先我跟大家說 現在她寫這個波野 是波多野傑依的波野 OK 波野獎 即是我們說的波野獎 阿拉一行就知道 其實就是寫作搬約 即是我們看武藥小說也有 你們看見 不要讀搬約獎 如果有些年輕人 一想就想 是不是有那個搬約獎 即是指著那裡 因為寫著搬約獎 即是波野波羅蜜多 不是 是 波野波羅蜜多奏 這樣就不是用這個波野 是搬約 看字 這是誰呢 我現在有名字 有 謝謝啤梨哥 然後下午 17時12分 昨天下午 用料很有效 於是我在節目裡說完之後 林康正說 有什麼效 他這樣就回覆我 回應康正提問 我用了波野獎 按肩頸 和小腿的酸痛 就消除了困擾多年的煩惱 送足你業務精精日上 各位回來 你能不能夠相信 OK 外面有很多銷售 鴨寮街也好 西洋菜街也好 帶著喇叭 有些手機的喇叭 不斷吹 幾個水 就說到那東西無敵 你一方面 就有時候半信半疑之下 今次老婆說買不買 你試一下幾百元 握完就幾百元 好吧 你試一下 但你心目中也不會覺得是這麼堅 就像我啤梨介紹的波野獎 又或者是十四嫂 他露出真樣子給大家看 老實說女生的樣子很重要 現在我看慣了香港的女生戴口罩之後 我都覺得大家最好 我都明白為什麼 阿富汗要人戴著的樣子 戴著的樣子 戴著的樣子是有幻想的 現在十四嫂 拋頭露臉 拿著口罩 連口唇旁邊有一塊小小的雙巴 當然我問他為什麼口唇旁邊會有雙巴 除了被咬傷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會這樣傷發呢 走來買 然後說這麼多東西 搞幾塊水 難道會有這麼厲害的治療功效嗎 雖然他講到有些物理治療師 特地訂了一批貨 我剛才說過了 給他的客人用 我告訴你 現在不是騙你 不是滾你 不是片尾 就是這麼神奇 就是五塊幾水 599元 就是有療治療的功效 這些是網友分享 OK 特別的就是按膝蓋 我真是誠意希望 如果買的朋友 以百計以千計 記著把我的波爺獎 擺在膝蓋的 最前端 左右兩側都有穴位 然後最後 擺在後面的膝蓋 因為我就是這樣跟我媽媽做的 我那些孝順的人 一分鐘四十秒左右 每一邊 除了是舒服 我們起碼賺到舒服 就算沒有效也好 因為我媽媽 經常下跌了幾次 膝蓋 現在的膝蓋不夠力 我就真的很誠意推介